公司為什麼要提出 比法定還要好的方案 來讓你離職呢 公司只要資錢不合法 那個風險超大 你看不到東西 你就是不能夠現場簽 只要沒有簽字資錢 你都還是有寒假的空間 有興趣的可以看這集 美商半導體事件分享 大家好 我是養哥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究竟是公司提供的優離方案 又香又甜 還是政府提供的法定資遣費 平安有保障呢 歡迎回到我們這集 就是要離職 我腦都還是想要泡泡運 最近我們科技業啊 剛好在景氣比較親黃不接的狀態 公司如果要做成本調整的時候呢 公司常常都講 人才是公司最重要的資本 當公司要調整成本的時候 調整不了其他的 就調整你 想說大家在這個執崖的路上 一定多多稍微都會遇到這些情況 就是公司如果要做人事的調整 不管是資錢還是解雇 公司可能一瞬間 拿出了很優渥的合約出來 引誘你自動離職之類的 遇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到底要怎麼解決 畢竟我們大部分都是理工人嘛 法律上的一些情況 真的沒有那麼了解 我們上一集跟美商的工程師 稍微討論過之後呢 我們就想說 看有沒有機會找到一個 真的是屬於法律上的專業 來跟大家聊聊說 在這一塊 在法律上我們到底有什麼樣子的保障 今天呢就特別邀請到 喵信律師 嗨 對 哈囉大家好 我是喵信律師 喵信律師呢 他也有一個自己的YouTube頻道 我們特別邀請到喵信律師 我們請律師稍微介紹一下自己的 哈囉我是喵信律師 目前職業的期間已經達到八年了 過去有承辦很多民情室的案件 關於像養哥這樣的工程師 我們過去其實比較常遇到的 確實也是像剛剛這一種 關於合約的問題 因為工程師不太會出什麼大錯 因為老實講都很聰明啦 也很會賺錢 可能比律師也賺滿多的 我們沒有沒有 其實最常遇到也是跟公司之間的合約 跟勞資糾紛是最常見的 合約其實除了勞資方面 還會有譬如說營業秘密 還有專利等等的問題 這也是過去常處理到的 律師本身也有遇過相關這類的情況 當然每個人都不希望遇到 但是如果有時候遇到的話 終究還是要尋求一些比較專業的幫助 其實我可以講一下 就是關於律師的這一個角色 很多人的認知就會講說 是上法院打官司 我逼不得已才要找律師 但其實這個稍微落後了一點 大多數的公司它是會有法務團隊 裡面其實也配了很多的律師 這些公司的法務人員 他不是整天在想要怎麼對付這些員工 要跟你打官司 他其實比較大的一個功能是 所以其實同樣的思維 如果你今天是在跟公司交涉的期間 你遇到問題 其實在前階段先找律師 譬如說去幫你諮詢幫你評估 或者是甚至到要討價還價 要來討論說這個優離方案合不合理 有律師的介入 那其實是可以大幅降低掉未來的風險 我認為對於一般 我們處理過的客戶來講 他那個安定感也是差很多的 有些事情還是要讓專業的來 律師本身也算是一個 對法律會有比較專業見解的一個角色 對其實我們會也很常會有同樣的想法 就是會覺得說這個東西有時候 你不太懂法律的狀況下就自己去做的話 最常見的就是越用越糟啦 最害怕的是你有一些錯誤犯了以後 導致你將來想爭取都沒辦法 舉例來講最常見的就是 錯過了時間啦 法律上很多的權力主張是有一個 明確的期限跟明確的程序 你像錯的地方提出了你的主張 然後你因此逾越過那個時間 你到時候連主張都沒辦法 這是最可怕的 是了解 真的 剛剛是不是在犯恐 我們今天要特別聊的就是說 如果當公司要把你請離開這個地方 就是你不是自己要主動離開的話 一般在法律上的見解 大概會有什麼樣擊中的情況 首先第一個大的分類就是說 你是自願還是非自願 其實剛剛洋哥提到的是屬於非自願 其實像非自願的離職這種情形 最主要法律上就分兩大類啦 那一個是解雇 然後另外一個是資遣 那其實解雇這件事情 大原則就是員工通常是有犯錯啦 譬如說他有詐騙公司 還是說他有違反勞動契約 或是工作規則 而且清潔嚴重 這個走的是解雇 如果走到解雇的話 而且公司他的舉證也很充足 員工絕對是沒什麼好說 因為你自己犯錯在線嘛 所以像我們聽到的一些資遣費啊 或者是失業的補助等等的 這些是你都沒有辦法拿到的 因為你有錯在線 但如果走的是資遣 公司可能跟你講說什麼 供體時間啊 大環境不好啊 給你一個方案 你要不要怎麼樣調整 還是要調動啊 你不接受 那他用資遣的方式 資遣的這種方式就是屬於 員工是沒有犯錯的 沒有犯錯的話 他帶出來的法律上的權利 可能就是像資遣費 這個大多數是最重要 大家會最在乎的 其實像解雇的話等於就是說 進了這間公司之後 然後你可能會有一些 你幹了什麼大事 嚴重的大事 公司覺得說你並不適任 我之前還有聽到說 像是他的履歷可能是造假 或者是他的資歷是 學歷造假 這個就可以解雇 資歷是造假 等於說跟你一開始 講的情況並不一樣 那這種現象的話 那公司等於說可以直接依法 告訴你說 其實 其實法律上列出來的幾種情形比較嚴重 都比較少見 譬如說有對那個員工或主管實施暴刑 哦 實施暴刑 這當然有 這是一般人都知道 對啊 所以解雇的話 他在法條上面 他是會直接定義內容說 你如果做哪些事情 是符合公司可以直接幫你解雇掉的這種情況 總共在講有六類 那他其實在勞基法的十二條裡面有 那有一些比較明確 像剛剛講到實施暴刑 還有 就你沒有正當理由 你就無故礦工三天 這也都是比較明確 但是一般來講 會走到這種地步是比較少的 比較常見的就是說 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 清潔重大 這個反而是在實務上 比較被常拿來使用 因為也比較模糊 對 因為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 是公司訂的 將來產生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說 公司這個工作規則 好像是我進來公司以後才改的 那他可能就一直變一個 訴訟分析 會不會就是公司把你弄走之後 才特地改了工作規則 對 因為其實 如果是要用工作規則這個的話 當然還會有衍生一些問題 雖然是公司這邊片面可以改 但是他改如果公司達到一定規模以上 他的要改工作規則 是要得到主管機關的 就是要去做相關的報備 不是說我改了就當然生效 他還是會有一套流程 可是像工作規則 在主管機關那邊 我們一般人查得到嗎 去申請是查得到 但是如果是有沒有那種公開網頁 這個目前不太確定 所以這個還是有一點難 但是至少你跟你公司要工作規則 這個是一定要的到 而且公司如果不提供給你 這一定有問題 我要遵守你的工作規則 工作規則你不提供給我 所以這個證據要留下來 就是說公司不提供 工作規則 等於說你沒有一個規則可以去醫學 你說我踩到這樣子 好像就太過分了 因為實務上有一些 用這種理由來解僱 最後那個員工這邊有辦法提告慎訴 譬如說確認雇用關係存在等等的 有辦法慎訴 像你剛剛講的這種狀況就是 公司他在修改工作規則 沒有公告周知 然後沒有經過處管機關的流程 因而讓員工這邊救濟成功的 這是有案例的 平常我們一般在外面工作的 可能都會覺得說 好像公司說了算 但是如果我們遇到的情況 那我們覺得他這件事情不合理或什麼的 我們是可以怎麼做 在我的立場我直接講找律師資訊 好像是我在鼓吹大家 對 但是第一個最重要的 就你只要預見將來有可能產生紛爭 而且這個紛爭是你跟公司也許沒有辦法 好好坐下來談到解決的 你已經有這個預見的話 那當然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收證 證據一定是想辦法先收集充足 當然如果你能夠在前階段就知道自己將來 假設談判破裂 你有哪些法律上的權益 如果這個前階段你就先知道 譬如說你有問過律師 還是你有上網做過足夠的功課 像你們就做了很多的功課 就勞基法你們也都略質疑了 就蠻懂的 你知道了以後 你在用這個對應到的法律規定 去收集你的證據 那個會是最有利的 律師剛剛提到收證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專門說去好好收集說 我們都有好好在工作 或是我們有准時出缺請這樣子的紀錄 這樣子就可以了嗎 還是說我們要做怎樣 就是更全面的收證 這也是很多當事人會犯的一個錯誤 就認為說我要收證 我就指望對自己有利的收證就好 甚至在跟律師在做諮詢接洽的時候 甚至都已經到委任律師的階段了 他對自己不好的那些東西 他已經知道了 但是他沒有提供給律師 這種時候最害怕的就是 你一開始不提出來 結果上法庭對方提出來被對方打臉 這個其實反而是更糟的狀況 針對一個事情啊 老實講我們在看事情 處理問題處理久了 一定會發現很多問題 他不是非黑即白 他用不同的面向 用我的角度是一套解讀 用你的角度是另外一套解讀 所以即便公司提出了一些 看起來像是對你不利的證據 也許是上班哪一些東西表現不好 這時候我們要想的 不應該是說怎麼迴避他 我就還是說我只要說服好我的律師 我的律師相信我就好了 很多人會這樣自欺欺人 就是來律師這裡尋求認同 但這其實不對啊 因為你今天上到訴訟案件 法官他兩邊都會參考到嘛 所以如果是對你不利的 你越早提出來 我們才有辦法 越早先去準備 我們可以怎麼樣一個說詞來做回復 其實律師是最不相信你的 對這真的很重要 就是律師其實老實講 我認為這個職業 我沒有那麼容易相信人 這是真的 因為尤其是你上了法庭 你會發現胡說八道的人很多 那你怎麼會有辦法確保說 今天來找你的人 他就百分之百會講真話 像我自己假設楊哥今天來找我諮詢 他有時候講的東西 如果我覺得好像有點避重就輕 我是會 我會想辦法去戳破他 我的說法很簡單 我當然這時候當事人可能會 因此會覺得說有點冒犯 但我會講一句說 你講了我雖然相信你 可是你要想的是說 如果這些問題我都注意到了 將來你變成法官來審理 他也會注意到啊 所以我是在 提前幫你抄前部署 你希望在會議室裡面被戳破 還是希望在法庭上面 上法庭被打臉超級難看 而且有些法官是會電人的 法官你在距離可能會有一個形態 但是我們看到法官有一些 所以把當事人罵到哭了 這是有的 所以有的法官很兇的齁 大家 員工這邊真的有狀況 然後公司走了解雇這樣子的流程 然後我們可能也不會有一些 對應的離職相關的福利 或者是說政府相關的一些補助 另外一個情況可能是大家 比較常聽到的所謂就是資遣 一般說我們都很認真的在上班 然後盡量不要讓自己犯錯 公司就會沒有辦法資遣我們了嗎 並不是說你乖乖上班 公司就一定不能資遣 公司它也是一個民間的企業 它也有可能會因為成本太高 導致它自己破產 這也不會是法律希望看到的狀況 所以其實法律上保障公司這邊 它能夠去做資遣 就譬如說它有業務的緊縮 或者是虧損或業務性質變更 或者是另一種情形是 員工雖然沒有犯錯 可是呢 員工可能真的經過評估下來 對於他的這份工作不適任 這其實也是可以構成資遣的一個理由 所以像前面講到的什麼 業務緊縮或是虧損 可能就是大家在電視上面比較常看到 或是像現在這種時期 當公司營運狀況開始越來越糟 然後進入到虧錢的狀態的時候 等於說這種情況下 公司就會有合理的理由 做員工的縮減這樣子 對 但這一個部分要特別提醒 有時候我們事後去檢視會發現 這好像是一個公司的話術 就像公司我們當然很常會聽到說什麼 共體時間 所以因此怎麼樣怎麼樣 最常見的公司會犯的錯誤 它把這種一時性的虧損 或者是公司營運上面的氮旺劑 比如說氮劑因此有一些些微的虧損 它把它解讀成是一個所謂 我們之前規定裡面的虧損 那是不一樣的 之前的這個虧損 它是要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事後發現說 你以業務虧損 或是說業務的緊縮 做這個理由來去之前員工 結果我們發現說之後過沒多久 還有再招同樣的員工 你還是有這個人力的需求啊 這時候員工提告是有可能獲得勝訴的 這個法條它並沒有真正去定義說 到底是我這個禮拜虧損 還是說我這個月虧損了 還是說我真的好幾年都是虧損 那我先舉一個之前蠻大件的公司 就是某一家航空公司 反正就是我們三大還是兩大 裡面其中一家 那當時就是疑一個流 而且是在肺炎之前的事情 它在一百多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大量的資遣掉一批的空服員 結果呢它隔了一年 它又重新招考了一批新的空服員 而且量還差不多 前面那一批被資遣掉 那幾十個空服員呢 他們就串連起來去提告說 欸你看吧 你想說你當時業務緊縮 結果你隔一年還是招了同樣的人力啊 顯然你當時業務緊縮只是一時性的 或者是根本就只是在糊弄我們 然後就提告 就提告打這個官司 因為他們累積金額蠻多 他們打了我記得應該有到三四年 最後是第一批去打的就通通都勝訴 勝訴的話就是這三四年累積下來的薪資 全部都可以拿到 今天如果公司隨便去做資遣或解僱 就有發現跟法律的要件不相符的話 他的這個資遣或解僱是無效的 無效的話就等於說 我跟公司還有契約關係嘛 就是一開始公司答應你要付你的錢的 那個契約關係還是存在的 只是他沒有叫你上班而已 但是他理論上還是要 還是要給你錢 因為就是你自己不派工作給我嘛 是你叫我不准工作 而且法律上他的規定還講到是 你今天因為公司他無故把你fire掉 導致你沒有辦法進去公司上班 之後呢你請求這一段期間三四年的薪水 你可以要 而且法律還有一個提到一件事叫做 員工呢他沒有補福勞務的義務 你不用回去把過去三四年沒做的事情 去把它重新補作 但是錢照理 換句話說就是打官司這件事情 如果公司他做的不對 員工你也評估過後有很高的勝算 就是你在家裡在那邊泡咖啡 整天耍費什麼事都沒事做 這段期間的薪資公司將來還是要給你 他是補月薪還是說 萬一他是用獎金去算的話 那他認真 像獎金這種東西當然就要看他有沒有 可能是被錄的 並不是說公司講這是獎金 就一定是獎金 因為實務上有很多那種 公司講說這個是獎金 但是後來發現他是不斷持續性的有給 到了之後還是會被解讀成是一種薪資報酬 就是他並不是用名目來認定的 到個案當中他也是要看出有沒有那個繼續信 來做發放 就算是你名目上只有兩萬五的薪資 然後有另外兩萬五是獎金 但是過去的可能一年或兩年 你每個月固定都領到五萬多 對對對 其實那就是會以最後那個整包的方式 因為我們法律上是叫做經常性給予 就是如果你事後檢驗發現 公司講說這個叫獎金 可是他其實每一個月都有發 甚至有一些年中將來出事 也有可能會被解讀成是經常性給予 有一些公司他在跟員工印證的時候 就跟你講說我保底14個月 那等於那兩個月就是我原本就講好 雖然那兩個月講的明目上叫年終獎金 可是他還是可以被解讀成是一種薪資報酬 在這段期間我們還可以出去工作嗎 如果在這一段期間你去工作 有賺到其他的收入 那這一段收入是會被扣到 那請求是會被扣到 所以這好像是蠻需要注意的點 對 所以這是一個選擇就對了 所以這也相對來講是員工一個風險 你要請求最多 那你可能就是工作你也不太會再去做 如果你是也要避掉這個風險 你可能一般人還是會去做工作 但是你在後續賺的這個錢 是會跟請求的這個部分會扣除掉的 一個人沒有辦法在同一個時間做兩份工作 或是你打的工作不用被爆薪水 這就是由法律常識 然後比較學壞的那一種的想法 食物上那種所謂的脫產就是 他不是真的沒錢 他是把錢藏起來 他的收入別人不知道 甚至有些就是他還是開名車 可是這個車子登記在別人門下 只是一個好朋友借了我車 過去夠麻糬嘛 這種要治得住 大多數是要欠稅 因為像這種無賴 就是一般人要去治他 相對會比較難 但是如果你欠到的是國稅局 國稅局最厲害的是會管收 因為欠錢需要可以把你抓去管 但是我們一般欠錢 你欠我錢 我沒有辦法動用法律上的手法 把你抓去管 比較難 除非你是欠國家的錢 國家就會不開心 國家機器動起來啦 其實像勞資的爭議 大多數會建議如果說有這種大量的 最好是大家聯合在一起 會比較有力量 你為了你自己一個案子 然後自己去找律師 很多人是單不下這個風險 但是如果你人夠多的話 一起來單成本就降低蠻多 風險也會降低很多 你想想看你今天 你是坐在中間的法官 你看到一個員工去告公司 跟一批員工告公司 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屬於影響他的新政 會影響到 這一定會影響到 量還是蠻重要的 如果就剛剛說 公司正式的資遣方式成立的話 在法律上會有對應規定的說 公司一定要支付多少的資遣費 法律上的規定呢 就有份勞基法的跟勞工退休金條例 很多人會誤以為說是在勞基法 但其實勞工退休金條例 施行了以後 它變成是一個 有點像特別法或刑法啦 以前勞基法規定是你工作滿一年 計算的資遣費就是一個月 但是新法是工作滿一年 計算的資遣費是 0.5個月 不就還變少了嗎 是變少了 但它真的講起來是 有一些背後的原因 我覺得它整體平衡下來 因為跟退休金的計算 會有點關聯 平衡下來其實新的制度 沒有比較差 但總之現階段 在場的所有人應該都是新制度 因為2005年 是是是 2005年之後 就治好像已經改蠻久了 改很久了 工作三年就是拿到1.5個月 工作十年就是拿到5個月 沒有滿一年的話 那就是按比例計算 然後但是有上限 上限是6個月 這個工作超過12年 就開始比較不划算 對 有一點這個 但是要特別留意的是 平均工資的計算 在計算資遣費的時候 它是先用平均工資 再去乘以剛剛講的那個數字 依照你工作年限的1.2這樣子 平均工資就是你過去 6個月的這個平均工資 那平均工資最常見的問題就是 公司會講說 這個不是工資 這個是獎金 這是額外發的 不能夠把它算進去 所以就會回憶到 剛剛前面講 假設你底薪是什麼 2萬 2萬5好了 2萬5其實現階段已經不合法了 假設2萬6好了 2萬6 那結果其他的獎金加一加 有些人底薪2萬6 他的公司獎金可以加一加 可能加到10萬 結果後來發現 他長年下來每個月幾乎都領10萬 到底那個平均工資要哪一個算 結論上是要用我們講的叫經常性給予 所以像那種如果你發現每個月那個都差不多 大多數的法院會認定說 那個東西還是算工資 不能夠叫獎金 雖然公司會在薪資條上面講說 這個叫獎金 可是我們法院會看說 你這個是經常性都這樣發 他就還是算工資 大家不要被公司一般的明目上面去 對啊其實 實務上很多的勞資資遣費的爭議 最常出問題是這一個 因為工作的時間多長 這大多數沒有爭議 對因為就是勞保的 掉出來就長那樣子 這個很明確 但是平均工資這個差距會很大 就我以往的經驗 其實大家可能還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公司一般可能還要先有預告期 工作三年以上要有30天的預告 那如果公司有一些比較突發的狀況 他要你當天走 他要把那個預告期的薪資也一併付給你 對預告期是會寄工資的 法律上還有一個權益就是謀值假 就是要讓你一週可以有兩天請假 而且這個假是有薪假 可以讓你再去應徵薪的工作 我以前遇到的情況就是包含說 你還沒有休完的假 加班的補修 那些他也要一併換成金額 也要結算一併算進去 不單單只會有資遣費的金額 嗯沒錯沒錯 上一題提到說公司可以一般解雇的情況 最後一條員工所擔任的工作不能勝任時 其實這個我也是有一些小小的可以分享一下 在比較大一點的企業常常都會有所謂的 PIP Performance Improve Project 公司可能會正式通知你 你被擺進PIP裡面了 留效查看的感覺 對你的Performance現在是正在被review的狀況 就會告訴你說你在這個中間會有什麼樣子的程序 那在結束的時候你需要達到什麼樣子的效果 或是說會有誰會進來陪你一起評估 他最後給一個評估分數或什麼的 通常會有這樣子的流程 看公司的情況有的好像要兩輪 覺得都不行就會正式走把你資遣掉的 因為我曾經遇過有同事非常非常想被資遣 公司只好走了正式程序 那其實也拖滿久的 三四個月以後才真的完全被評估完說真的不行 才正式的把他資遣掉 其實這個在方法上有滿多美額的 當然你剛剛講的是員工自己想要被資遣 這個是相對比較少見的 當然我可以理解 因為有一些人是想說他就想要換下一份工作 他同時想要領事業補助這真的滿多的 他又有六成的薪水 你又不用做事 對所以有些人是可能是徒了那個失業補助 在公司這邊的立場他之所以會這麼謹慎 就是因為不能勝任這件事情 在事務上很常員工去做挑戰去做救濟就會講說 你沒有符合那個最後手段性 就是公司要用不能勝任為理由把你資遣掉 他其實是必須要經過一系列的評估 然後還要給你有改善的機會 你才能夠這麼做 就確定說他真的不能勝任 不然他會有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資遣之前他也許可以給你調職 更換工作內容 讓你去做嘗試 或是再讓你去受訓上課等等 公司這些東西都要評估過後 沒辦法那我才能夠走資遣 假設員工比較壞一點 他將來就會增值說 你怎麼一次就給我資錢 這時候會變成是老闆公司這邊站不住腳 又會遇到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就是公司只要資錢不合法 那個風險超大 就這一段期間我養了一個榮元 我要照樣每年給他薪水 然後還不能叫他來工作 事務上因為類似的理由 然後提告公司 然後勝訴 就曾經是可以達到 譬如說900萬1000萬的是有的 增值了這麼長一段時間 然後公司都不能叫他回來工作 再來就是其實如果是被資遣的話 員工這一方要留意就是說 要記得要拿非資願離職的證明書 既然是非資願離職 所以如果你看到人家 讓你簽一張是自願離職同意書 那就記得千萬不要簽 簽名字之前請把上面的字看清楚 這個是蠻重要的 你有非資願離職 你才有辦法去領失業補助 我相信是對於被資遣員工來講 最重要的一環 所以大家這個 偶爾還是要補充一下法律常識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有時候已經不是法律常識的問題 是一個 你看不到東西 你就是不能夠現場簽 我覺得至少這句話 你不用講什麼法律常識 因為不會有人沒事 你非法律專業 你不會沒事整天想要去 研讀法律嘛 不可能 就跟我也平常不會去了解科技 那麼深奧的知識 我就只會了解說 iPhone 15 下一代有沒有USB C 我可能只會知道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至少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你看不懂的東西 就是不要現場簽 你不要簽那個氣氛的 這種事情不只在科技 有時候連那種身分 那種離婚的事情 有些人簽離婚協議書 也是說當下覺得說 好啦 真的沒辦法 然後人家第一張離婚協議書 上面標註的說 你放棄了什麼財產的分配 然後子女也給對方 他也看都不看就簽下去 這個是很可怕的 另外一方雖然表情非常的凝重 但心中外想說 終於 挑戰啊 終於 噢噢噢噢噢 對 戲很多嘛 心中的戲很多 最近科技的狀況比較不好嘛 那大家相信看新聞啊 或是甚至看我們頻道 也都有看到這個 美商現在正在祭出 非常好的 優惠離職方案 可能有高達12個月 或是甚至到15個月以上 以我們接觸到的情況啊 公司可能會用滿突擊的方式 就直接提供這樣子的方案給你 然後要你當場去做選擇之類的 我們就是想跟苗信律師這邊聊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美商要提出這種優於勞基法的方案呢 這幾個月很多欸 他們是真的是錢太多嗎 錢那麼多還需要資遣人嗎 遇到這種情況 我們該注意些什麼呢 首先是員工這邊的立場啊 就你簽下去 可以了解的是你簽下去的機會成本嘛 就你簽下去你喪失了哪些權利 那當然第一個就剛剛講的資遣費嘛 所謂標榜那個優離方案 當然第一個一定是 他會跟你說明說 你的資遣費這樣算下來是多少 我現在提供高於這個法定的資遣費 那當然還有第二個要留意就是 失業補助 失業補助的這一塊就是會有六個月 是用你的薪資的六成 所以這是第二個可以評估進去的 那我相信啦 就是公司這邊提出來的方案 他一定是要標榜 就是要比這兩個加起來的數字還要來的大 這是第一點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在公司這邊的立場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動機 其實大家最關心的應該就是說 公司為什麼要提出 比法定還要好的方案來讓你離職呢 就是關於公司為什麼會提出這一塊 其實很大的原因會跟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是違法資遣這件事情 所謂的法律上的資遣 只要符合法律的要件 我公司說了算 你資遣你該滾就是要滾 對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合意 終止我們的勞動關係 這個就跟資遣沒有關聯 他簽下去你也不會再有 其他法律的資遣費或失業補助 可以領 所以他公司這邊要擔心的是說 假設你之後不同意 我用資遣的方式 片面的來把你資遣掉 他也要擔心說 我這個資遣會不會變成不合法了 那資遣如果變不合法或者是無效 尤其是像剛剛楊哥講到的是說 公司這麼有錢 提出了優利方案 那代表公司是錢不夠或虧損嗎 這一定會讓人家懷疑 所以如果員工被資遣後有這樣的顧忌 去做相關的蒐證 在實務上最常一個對員工有利的證據就是 今天我把我這個職位給fired掉 會不會過一陣子補了 同樣職位補了一個新的人 甚至不是補新的人 我們在法院的案件有看過 公司沒有補新的人 但是找其他部門的人來支援這個 原本職位該做的事情 這樣都算是 也會導致公司的資遣 有可能被認定成是不合法的 也就是說公司他如果真的要跟你硬幹 他沒有辦法獲得你用簽的 但是他還是想要把你fired掉 那他走法定的資遣 他其實也要擔心說 會不會公司將來去做這個主張 等於說如果公司他一定要消滅掉你這個成本 然後要你走 他用一些比較硬幹的方式把你資遣掉 本身他也是會有風險要考量的 這也會讓公司變成綁手綁交 我相信公司的法務 他們一定也會知道這件事 所以他會去提醒公司 你將來我們過去的案例看起來就是 你如果補新的人 你可能這個資遣將來被認定成違法 那會不會讓公司變成說 他不敢補新的人 而且新的人我相信如果同一個職務 他把原本的那一批fire掉 老屁股fire掉 他補進來新鮮的肝比較好操控 然後搞不好薪水又可以壓比較低 導致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這一定 對等於說他原本打算的策略 都會被卡住 他公司提出一個 比勞基法優我很多的方案 其實他就是要降低說 他未來資遣不合法的風險存在的 對這絕對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公司這樣子提出來 然後讓你簽下字等同於 就是雙方合一 你就是願意接受這樣子的金額 幫助公司降低成本 公司也覺得他提前付出這些金額 讓你離開 為了他更長遠的成本的降低 他們也OK 所以這算是雙方合一的一個 其實雙方都接受 我們就比較難去談什麼公平不公平 你如果是在意識狀態正常的狀況下簽字的 你就很難事後去講說這個不公平 然後要去撤銷還解約就比較難 我們一般聽到啊 或在網路上面看到的情況 就是都會講到說 公司在之前的時候 他就是會當天忽然間突襲你 就是跟你說 欸某某某 那個等一下我們去會議室開個會 你東西記得帶一下 蠻重要的會 那就我們當然也就想說 對啊 馬上在公司開會就很正常嘛 東西搜一搜 然後就拎著 拎著家當們 來到了某一個會議室進去了 結果一進去人資也在 老闆也在 他們可能就開始跟你講說 OK我們現在有一個方案 就是這種非常非常突發的情況 在這種當下公司提出了不錯的條件 我們可能現場在那個會議室裡面 遭遇到說不管是HR 或者是說老闆這邊的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是需要當場就去做決定嗎 還是其實我們是可以跟他說 你這個合約我要想想 甚至可以跟他們說 欸我想要錄音之類的 這個是可行的嗎 絕對是可行的啦 只是你自己要抵抗得住那個壓力 因為我相信 那個什麼人資或老闆 或者是其他的同事長官 跟你一定有一些情面在啦 你要在那個當下 他提出他好聲好氣的跟你講 然後你講說 欸我想要回去想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在看對方 有沒有一些不好的企圖 就你要讓這個時間延長 看一下他的反應 這其實才最準 但是目前我們剛提到的案例 還有Dcar的一些經驗分享 好像多數的工程師還蠻多 就很單純就簽下去了 但是目前是沒有案例看到 願意拉長戰線的啦 如果你有拉長戰線經驗的朋友 請跟我們聯絡 但是我只能講就是 我們實務上過去看到的例子就是 如果你有辦法撐得越久 通常領的一定是比較多的 在當下我們看到那個合約 其實像是HR或者是說 他們現場可能都會提出一些說法 就說我們提供這方案很棒了 那如果你不要的話 我們走法定的 可能就只能多少個月 三個月或四個月之類的 可能都會有一些現場的說法 希望讓你趕快簽下去嘛 在現場的話 就你的法律專業 你會覺得說 我們現場可以做些什麼 首先是當下 對方要讓你簽這件事情 我認為在公司方 這絕對是一個策略啦 某程度也是一個玩弄人性的一環 在開會要資遣你之前 他沒有先讓你做任何準備 你想要看你過去 你在公司做任何大事情 大的會議之前會不讓你準備嗎 所以這個某程度 你對於公司的企圖 是要有打上一些問號 當然你最後選擇相信你就退場 今天這一段話 你就當作沒看到沒關係 因為你簽了 我就沒辦法講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說 好那你現場有沒有辦法不簽 當然絕對可以啊 你現場不簽 當然第一個說法就是 這終究是一份契約 這是一個這麼大的決定 我難道不能夠帶回去看一下嗎 當然在這一種資錢的這種契約裡面 法律上是沒有明定一個什麼契約審閱期 但是法律上有明定的契約審閱期 譬如說像是你要買房子 這個就有明確的契約審閱期 就是他說五天內你一定要帶回去看完 但是因為這個沒有 所以這也是剛剛講說 這個公司玩弄人性的一部分 因為法律上沒有要求他這麼做嘛 所以他當然希望你趕快簽 就以免夜長夢多 既然法律上有些契約當中 會可以讓你帶回去簽 所以代表這件事本身是合理的啊 所以其實帶回去簽這個絕對是 我認為是絕對是站得住腳的 那如果說這時候公司的感覺有種暴跳如雷 這時候你反而更要懷疑 公司是不是有不安好心啊 如果說你帶回去 你會面臨的風險是什麼 確實就有像楊哥剛剛講的 如果公司就是比較壞的 比較不理性的 他可能就是你帶回去 那他就開始走這個 法定之前這個流程 可能就是會很明顯的說 如果用之前費算給你 金額會比較低 但是要留意的是 這中間其實還是會有一些時間差 因為公司要走到之前 我們剛剛講要有這些要件 他要有充足的東西來支撐 他才能夠走之前 除非是你被交進去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你歷年來 你的考級都不良好 如果說你沒有到這麼的沒有自信 其實你多把他帶回去 多說我兩天後再跟你們 這個時間討論可不可以 那我想公司這邊也許會有一些擔心 你可以給他的承諾是說 那我可以保證這件事情 我不會跟員工散佈 我想這也許可以是一個 跟公司談的條件 那帶回去再來研究 或是請教專業的律師怎麼樣 這絕對都會是比你在當下簽 會讓你保有更多的選擇 其實先不用講到說什麼 法律權益 我認為在這種簽了以後 大家其實會有一個心態 假設發現身邊有人一樣 一定會想要去打聽一下幾個月 因為每個人方案我相信不會全部一樣 如果你只是單純想要說 你覺得對公司有一點不滿 有一點不欠公司 然後你 或者你就只是單純想要 再多拿一點錢 覺得這是一個對自己比較合理的保障 比較對得起妻小嘛 我還有人要照顧嘛 那你想要多拿一點錢 其實你在那個當下 你不要直接做決定 對於將來能夠拿到更多權 其實是比較有機會 在那個當下環境 只要你的想法對 勞工算是比較是站得住 對啊 那個時間點 你只要沒有簽字之前 你都還是有寒假的空間 排在你的手上 可以決定要怎麼做 但是重點就是你要頂得住那個壓力 就是跟他們說 我現在就是不想簽 我要回去看 是我的話我可能就會講到說 這個東西因為很重要嘛 然後我真的對法律不懂 我就表達出我自己的無知 通常在現場 因為我們看到的就是一份合約 基本上就有簽或不簽這樣子的方案 但是現場的時候HR 或者是說主管 或是相關人員 他可能會有一些說法 理論上這些口頭上的表達 是也可以成為契約的一部分的嗎 可以 但是應該說他會成為一個證據嘛 但是如果說要變成一個 有拘束雙方效力的東西 那必須要達到合約的地步 就是說我口頭 他有談出一些條件 我們即使還沒有寫下來 但是已經很明確從我們的對話當中 也許有錄音 還是有訊息的來往 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起碼針對某一件事情 有達成合約 有達成共識 只要證明得出來 他都還是會有相關的法律拘束力在 錄音這件事情 在那樣子的場合裡面 我們是可以直接這樣做的嗎 會不會有任何違法的 原則上呢 我們的法律規定就是 會構成竊入的刑事責任的前提是 我偷錄別人的錄音 你自己沒有參與 對 所以我今天跟你在這邊開會 我其實錄音原則上都是合法的 當然個案當中有一些特例 譬如說有討論到營業秘密的事項 還是什麼樣個資法保護的事項 那可能也許會例外 有些資料不能夠用 但是大原則是你只要參與的這個對話 原則上是可以錄音的 等於說這也是算是證據的一部分 我覺得算是蠻重要的一個點 大家可以 很重要啊 之前很多人都會在問說 可不可以錄音 或是說在諮詢的時候 有些還真的蠻客氣的說 律師我今天跟你諮詢可不可以錄音 其實老實講不用你說 我們律師在跟客戶諮詢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假定 你是有錄音的狀況在講話的 是 這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了解這些 這才是專業的 對 那哪一隻錄音比比較好呢 開放廠商 對 剛剛講到的情況就是 如果我們當下不同意這樣子的 優離方案 公司一個他可能會認齋 就想說好吧 這個人不想離職 那我找別人離職好了 這可能會是一個情況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公司非他你不可 用很強硬的方式把你資錢了 等於就會說進入到 他有可能會有 是非法資錢的這樣子的情況 如果他是非法資錢 我們就真的就是 要直接上法院 打官司了嗎 還是是說後面還會有什麼情況 或者是說 還有談判的空間這樣子 第一個 我相信在 你剛剛講的那個小房間的會議裡面 他們可能會透露出一個態度 就是說 何以終止勞動區的這個部分 你要現場決定 如果說出了這扇門 這個機會就不在 我相信他們應該會想辦法 釋出這樣的訊息 才會讓你有壓力現場前 但是實情是 如果真的如他所講 他要走資錢 因為我們剛剛講 他會背負這樣的風險 這邊身為員工的立場 你可以去走訴訟 訴訟的前置階段 就是關於勞資爭議 他一定是會先進調解 所以雖然說 公司講的這些 什麼優離方案 出的就是他們不在 但是實務上看到的狀況 就是雖然他這樣講 可是因為終究會進調解 調解就是在 各退一步在喊價 所以站在員工的立場 他一定是以優離方案 為前提往上喊 很多我們看到的是 雖然這樣講 但是到了調解達成了一個更好的協議 沒有辦法保證 但是這確實是有可能發生的 當時公司可能會跟你說 出了這個會議室 這個場景就再也不會有 但是實際上就是 出去之後 在調解的那個場合 大家終究還是要回到會議室上 對 而且會很不一樣 你在調解室談的那個心理的狀態 跟在公司的小房間裡面 談的那個心理狀態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個壓力程度是不一樣的 你如果熬出了那個小房間 接下來第一個 你會先請教過專業人士 還是你自己Google 還是怎麼樣 你會先有一些基礎知識 你會比較了解 你有基礎知識在談 跟你完全一張白紙在談 那是不一樣的 再來是進到調解 你如果有請律師 這當然會很有幫助 第二個 如果你縱使不請律師 因為會有調解委員 調解委員也不是說傻子 他就是隨便公司講什麼 他就信什麼 他會讓你兩邊都做一些陳述 他會給一些事實的介入 跟給其中一方施加壓力 所以有委員 就是等於有一個中間人 在聽你們講這些事情 公司的那個氣焰會降低很多 不會像 美金會一直 對面這個兇兇烈火在那邊 不是上對下的關係 如果有調解委員 還是進到法庭有法官 那就是你們是一個對等的關係 那個談事情的感覺是不一樣 就律師這邊的角度的話 其實在那個現場的當下 其實我們是還有更多的選擇的 如果我們知道後面 需要面對什麼事情 那大家其實可以自行去做一下評估 老實講要走到這一步 不是每個人的心理素質都扛得住 所以雖然我們自己當律師當久了 我們也不會每件事都鼓勵說 你這個就是高 或是這個就去檢舉 剛剛露講了一個 公司這邊的風險 除了之前違法之前 有可能會被提告之外 另一個公司常見的風險 就是被員工檢舉 因為你在公司待久 你真的硬要去挑公司的一些毛病 你最常見的那個加班費啊 什麼補修什麼東西沒有 這些東西沒有做好 那都是可以讓公司被罰錢 所以你說 公司跟你沒有辦法擔心 其實公司還有其他會擔心的油啊 就是這些檢舉油的美的 真的欸 在談那個條件的過程 甚至可能也可以直接跟公司說 那不然原本的優離方案 那加上我過去一年 我好多加班費都沒有報 諸如此類的 就是那就是說 我想再加多少或是什麼 提出一個合理的想法 絕對可以談 通常會進到勞資爭議條件 假設這種譬如說優離方案不成立 那種權利意識高漲 或是說比較聰明的員工 他除了去跟你請什麼 高於資權費的其他錢之外 他通常在調解之前 所以等於是在調解的時候 我們很常談到的條件就是說 哦那我要撤回這個檢舉 不然你就公司就是等著要勞檢 然後被裁罰 而且那個公司很多規定 要裁罰下來都 幾萬塊是很基本的啦 30萬起跳這種也很常見 一來一往 那其實差滿多的 那如果假設真的 我們就調解失敗 真的要上法院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 欸法院好像有什麼一省二省 甚至到 我不知道這種勞資的會到三省嗎 這種一般整個時程會到多長 現在我們的訴訟案件 承辦上面 基本上在抓 都是用一個省級在抓時間 那一省就是所謂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要從你提告 然後到做出判決 一般我們會建議要抓一年 就是你要預留一年的時間 甚至有些時候會更久 最怕的是那種 遇到每年七八月 我們法院很常會有那個法官輪調 台北地方法院 然後調到什麼台中什麼 他們會有自己的考量 輪調以後換一個新的法官 你前面開了庭 他重新給你調查 本來問過證人再傳來問一次 所以因此一個省級拖到一年半到兩年 也很常看到 如果你運氣不夠好的話 為什麼我剛剛會講說 不是每一個都會鼓勵你提高 因為你這些東西也要考量進去 你時間拉長你壓力比較大 所以時間上來講就是一省大多數要抓一年左右 一般案件當然至少都可以上訴到二省 所以如果這個案子 你認為公司絕對不跟你妥協 最壞的專劃你就是可能會打兩三年 像我們之前看到一個案子就是 對在IBM之前有一個知名的主管 他就是打這種確認雇佣關係存在的訴訟 他認為他被違法之前了 他從105年提告 然後到判決確定好像是109年的時間 然後他最後加起來這一段錢 因為他每個月薪水好像是16萬左右吧 反正換算下來加上一些其他的 加起來他可以請求的金額有到900多萬 他結果打到最高法院 因為最高法院就是你的訴訟金額 加起來有到150萬以上 你是可以打到最高法院的 所以等於說他最後有打贏了這個 對啊 但你如果說你的評估勝算是夠高的話 其實是值得的 只是不是每個人都撐得住的 而且像剛剛講那一個知名的公司的 那一個案子 那一個主管他其實還有案外案 他第一個案子打贏了以後 回復雇佣關係回去上班 結果隔了好像不到一年 公司又做了類似的事情 因為公司當然很不爽嘛 就想說哇你這個人就賴著不走 我都已經用資錢這麼難看 你竟然還不走還跟我打官司 打贏了好吧那你來上班 那他一定是想盡辦法想要再把你資錢掉 後來他又做一次資錢 結果隔了一年這個人又去打官司 哇哈哈哈哈 依然勝訴 那個真的不簡單 賺了又賺 賺了再賺 他這個已經有點就是什麼 三折功成良音吧 他可能也變法律專家了 但真的不是一般的員工都有辦法 我們看到很多就聽到之前 就開始在發抖在哭泣 這反而是多數 有辦法有這麼強壯的心理素質 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那個法律上的工坊 那也有涉及很多專業啦 我相信那個案子一定也是 律師也要夠厲害 你跟律師的配合也要配合得好 因為律師也是人 當然那個運氣成分就會在於法官 因為真的像剛剛講的那個案子 他就是有歷經那種一審先敗訴 一審敗訴一直就一毛錢都拿不到 結果二審上訴以後變勝訴 這一來一往你撐不撐得住 所以他是二審勝訴之後 然後IBM那邊 上訴最高法院 又覺得IBM可能想說他一審有贏過 或許後面有機會再贏 對 所以又打到最高法院 對 又打到最高法院 但是就是他上訴被駁回 所以就是二審判決就確定了 可能像一般這種官司啊 是可以跟對方請求律師費嗎 還是這種就是自己 就是看你要請多大的律師 你自己去負擔那個費用 在台灣的規定是說 律師費原則上要自行負擔 除非是民事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 因為民事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 我們的規定叫做 律師強制代理 就是你要上訴最高法院 你一定要請律師 也就是法律規定 你一定要請律師的 你才可以跟對方求償律師費 所以一二審就是 是你自己想請的 對 很少數很少數的法院見解是認為可以 但那真的是很少數 看個案就譬如說 法官認為說 這個人他真的特別的缺乏 嘗試知識 或者說他特別貧窮 或者是他教育程度有狀況 認為說請律師是必要的 一定要為他請律師 才能保障他的權利之類的 對 譬如說最簡單的就是 譬如說他有智能障礙 不請律師他怎麼有辦法自己答辯 這個例外個案當中有因此同意的 今天就非常謝謝喵心律師 講了超多超仔細的內容 然後讓我們大家在外面工作走跳 有更多一份保障 相信大家在當工程師 其實除了跟公司之間雇用關係的這種情況 是比較常遇到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我們也很常遇到的情況 就類似像是 禁業條款啊 或是說保密合約 這樣子的情況 這些東西到時候就會在 喵心律師的頻道 我們做同步的上架 那大家如果對禁業條款 或是保密協定相關的資訊 感興趣的話 也可以轉到我們 喵心律師的頻道來看喔 那就謝謝大家啦 大家再見 掰掰